GG 各位線上的聽眾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GG斯密達 在危險的邊緣瘋狂摩擦 GG 而且我發現我們這次錄到第四集以後 我們的事業已經不想跟我們一起喊GG了 怎麼回事 就是他沒有融入我們 希望第八集的時候可以 要把你送去LCK解說來練習一下 那還是要先跟各位觀眾打聲招呼 我是記得 我是小屁 我是大臣 我是四葉 那我們今天當然要聊趣聞 我們當然先聚焦在馬上要發生的就是S13 我們說的第13年的英雄聯盟的世界賽 對 第13年其實對我們來說都拿來開玩笑 有時候像統神都說 我S9的時候組一隊打我S11 其實現在都已經過去都已經來到S13了 過了很久的世界賽 那其實可以衍生出很多的主題 我們甚至也先幫大家統整一下 我們今天大概聊一些哪些內容 是其實我們一開始會先聊一聊 就是今年的一個 聚焦在今年的一個S13 對吧包含了最大的賽制的一些改動 然後聊聊可能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改動的一些看法 你們什麼時間開始看 然後你那時候有想像過 會有第13年的英雄聯盟世界賽嗎 好吧我覺得就是讓三位來個別說一說 我其實是不算看 但我大概是S2的時候世界賽知道說 有英雄聯盟這個項目 當然就是因為TPA嘛 因為那時候我還在橘子工作 你是冠軍粉 我不是 我也沒有粉他們 對 但因為那個時候其實都是看其他的比賽 可能像星海啊跟CSGO就是也有看一點點 對就對於英雄聯盟沒有那麼的理解 那我打個叉就是你那時候有被臉書 因為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所有人都換了那個 就是大頭貼 對不對 其實是從可能越來越近期 然後就發現自己的Facebook 一堆朋友在討論之後 然後就覺得這個東西有這麼好看嗎 跟風仔 真的是真的是 然後甚至是在上班的時候 他們都在開那個TPA的比賽在看 然後我才知道說 有這樣子的一個比賽 但那個畫面其實那個時候 我沒有被吸引到說什麼 480P 720P 對 對 所以就那個時候開始知道這個遊戲 但沒有真的所謂的關注 只是知道有這個遊戲 對那時候後面要成這樣之後 才比較真的有在了解 其實小畢姐講到這個 讓我想到一樣 當然都是SN 然後那年我是高二的學生 然後呢 馬上在準備這個考試的時間 那時候除了知道英雄聯盟 哇竟然有大的電競比賽 而且竟然有這個台灣的隊伍 打到很後面的這個淘汰賽階段 還沒奪冠那個時候 對我印象深刻的是 我第一次知道有Twitch這個平台 然後他還說趕快開Twitch 我問問Twitch是什麼 然後才知道原來是直播 原來有電競的直播轉播這種平台 然後手機還趕快去下了一個 對我來說印象很深刻的是這個 然後真的真的讓我愛上英雄聯盟賽事這件事情 其實跟我們紀德老師有關 就是S4在這個台大體育館辦的那場現下比賽 對台北戰然後綠茶的那個驚天一勾 對 非常非常弱血 從那時候開始看英雄聯盟的 你那時候會有想過就是 會有第13年的英雄聯盟世界賽嗎 說實話13年肯定是沒有 就像那個我們還是提到統神對不對 他都說他S11還有S9 我為什麼具體忘記說大家組一隊 大家都聽著當笑話這樣 肯定沒有想過會有第13年 覺得可能差不多再個三五年 然後我也覺得我一定會離開這個 我會長大會變成大人 我會再也不看英雄聯盟再也不玩 就要一路玩到現在 都是沒有想像過的事情 你什麼排位啊 我最高有打到鑽石塊大師那個地方這樣子 那思野呢 我是S2有看比賽 然後我現在很深刻 我是在橘子熊的訓練室看的 然後橘子的訓練室非常高級 就是我們有訓練區 然後有專門的那種沙發覆盤很高級 然後可以看比賽的區域 然後我們是在那一個區域看的 然後印象很深刻是 因為當時完全不知道那個遊戲 就是遊戲玩法 然後具體要什麼就是操作 然後看到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看到那個Bibi 用EaseRail大往 從下路往上路刷 然後這個東西就會覺得 哇靠這個人是神吧 就是因為星海都是戰爭迷霧嘛 你不可能說 對對對 你怎麼可以往個黑的地方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這個遊戲很神奇 對 那那時候TPA奪冠 當然因為我們是橘子熊 所以不可能去換什麼 就是台北愛女神圖像 對那只是 我還記得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聊天的話題都圍繞在TPA身上 然後我們當時對經理 是一個叫做張碑的長輩 他很兇 然後我們還被他罵 就是明明是不同的遊戲項目 你們幹嘛一直看 你們還這麼關係 對對對 然後甚至有點 怎麼講 大家有點覺得 我們TSL的那個焦點被搶走了 有點不爽 大家不是看電競應該把 焦點關注在我們身上嗎 對 我們在電視上打比賽 對對對 我們是橘色像帕的制服 對 那更別說後面 就是到S13 之前的節目有討論過 就是我一直在猶豫 對於要留在橘子專職 還是去就是接小屁姐這個邀約嗎 對啊 我心裡也有想 小屁姐說不定搞我 過一年我失去了橘子客服的工作 怎麼辦 對啊 那不可能可以幻想到 就是能走到今天 能走到今天 就是其實今年的 最大的這個 改變就是所謂的瑞士輪 對我想到有一個 有用瑞士輪這個賽制在 比的電競遊戲 就是這個寶可夢的VGC 他們在小組賽的階段就會 用瑞士輪 那當然後面也是進淘汰賽這樣 那可能因為對於寶可夢的 這個賽事他們的節奏來說 瑞士輪比較合適 就每一個人帶自己的六隻精靈 然後呢 在不同的這個組合之間碰撞 然後會有很明顯的 隊伍克制的問題 是 所以瑞士輪就會相對公平 確實在瑞士輪他們好壞就是說 在極端情況下 也有可能 因為如果過去幾年 我們必須承認 其實領銜的兩個賽區是LC KKLP 對吧 可能在第三個是LEC 那也有在極端情況下是有可能會發生 就是 你甚至會發現 LPL跟LCK的晉級的名額數 會少於 就是可能會跟歐美相等 就是如果在某些 就是明明比較強 但是晉級的數量是一樣的 對對對 它其實還是有很大的一個隨機性 就我自己個人的觀點 就是以我的角度去思考 為什麼主辦方拳頭或者是 他們要這麼做 其實就是因為 觀眾其實是已經看了12年同樣的賽 比較類似的賽制 雖然有一定的改變 但是它的邏輯沒有太大的變化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你過去看了英雄聯盟的世界賽 但可能你最近幾年 譬如說你認為你支持的PCS的隊伍 沒有拿下那麼好的成績 但今年我覺得這個賽制 無論如何會帶給大家新鮮感 對因為以前小組賽都是 那個什麼0-6啊3-3啊 就是這種晉級的這種模式 大家也是看得很熟悉 也了然於胸 然後包括超越的 也可以聊吧 這個可以講 可以啊可以 所以說其實像今年的瑞士輪 其實就算是不知道 它實際上能帶來什麼樣的改動 有沒有更公平或怎麼樣 但至少一定更新鮮 對但是瑞士輪會給你一個感覺 就是你的輸贏真的 是你自己的 好 瑞士輪降低 就是說這個隨機性 應該是指它的輪數要足夠多 對 就是說 確保說你不會 就是提前被淘汰嘛 但是 但這次來看它的輪數 因為它輪數不夠多 所以回推到 好比說我們這間閃電狼 如果說過往是瑞士輪 其實好幾年都提早打包了 對因為你03就回家了 對對對 03就直接回家了 沒有第二週的機會 對 但是應該一般機票 還是會讓你待完那一週啦 沒有沒有沒有 那回程都是一輸完再買 就直接買 剛好聊到這一點好奇 就是 如果說 一輸了就回去 是站對方的決定 還是主辦方的決定 其實選手也會想要立刻離開 你留在那邊 你也不會覺得 你沒有心情啊 你怎麼可能輸了還很開心說 那我記得好像一天左右 可以是可以協調的 一天一天左右 對 但你還不會說讓你玩一個禮拜 對 還給你住飯店這樣 還包吃 你那個訓練室的電腦 立刻就車了 立刻喔 真就直接代購起來了 是不是 我記得以前是有個代購梗的嗎 對不對 就是說日舞出去是不能代購的 沒辦法 世界賽我覺得 其實我個人是很期待喔 對於今年 尤其在我看起來 亞運的會有一些 在亞洲賽區的餘溫的話題 他會立刻在10月跟11月再被點燃 我們這次聊 如果要聊世界賽主題的話 不免贖的一定還是要聊 雖然這個可能講出來很危險 很得罪人 但是 今年S13 英雄聯盟項目 大家最看好的隊伍是什麼 可不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我真心話 其實是京東啦 就很煩人的看法 原因是 就很強希望他們奪冠 這樣子 第一很強 然後再來感覺 就是 是這幾個選手 最 時間最很巔峰的一年 你看 Kanavi跟Ruler 也是韓國亞運的代表選手 是的 等於是你真的有一個隊伍 是五個選手 都是 必須 對 是的 最看好的 不是說最支持 跟支持度沒有關係 應該跟小碧姐一樣也是京東 對 就是 除了那兩位韓員以外 然後他們的C位都是最有天賦的選手 然後 再經歷那麼多年 其實經驗啊 我覺得也 各方面都可能 對對對 該輪到他們了 對 如果是我自己說的話 當然 看好的隊伍 那個能出城街隊 我當然是京東 但我其實自己還有另外一個小小的一廂情面 就是我想要看到一些 呃 我自己很喜歡 或者是也不要說喜歡 但是認識很久的選手 嗯 然後看到那種很精彩的 對局 譬如說我想看到 小虎再一次對上Faker 嗯 想要看到這樣子的組合 這樣的match up出現 嗯 或者是包括 像Showmaker再次對上 呃 Faker可能這個組合可能比較長 但是Showmaker再次對上小虎 對 複克之前MSI的這種對局 嗯 我很想看到這樣子的一些組合出現 是 所以我覺得其實今年的 這個世界賽我覺得看點還是非常非常的主啦 是 因為我覺得 呃 你以他擁有了世界冠軍的一個 選手的量級還是非常的多 那當然也 會後悔我們的主題就是 因為其實現在產生 產生世界冠軍的速度其實是快的 但是今年我覺得蠻大的概率會出現 所謂的更多的二貫選手 對吧 就像譬如說如果京東拿了Luler 就是一個二貫的射手了 對吧 因為其實很 就是我們說英雄聯盟裡面 譬如說我們扣掉FakerBanky這種 其實有很多 二貫的選手其實還是真的不多 拿兩次的 對對對 那包括你說WBG裡面 像Shire哥 對吧他也是一個 有機會 對 所以其實 今年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主題 我覺得可能觀眾也可以留言 當一個預言家 對吧 寫一下你的劇本 對 因為如果像 你如果在去年的這個時間點 你可以告訴我說 Devd會奪冠 那我看到你的留言時間 那我願意在就是 相信也是 他真的奪冠的時候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願意在裡面前 跪下來 我說拜你一個大招 真的太牛了 真的太牛了 對 那個我覺得是 真的很難很難 所以去年那個時候 我看到Devd的奪冠 我是真的很激動 我不知道怎麼去形容那個 那個感覺 就是 大零AD 主要是他 對於 怎麼說呢 就是對於 我這種相信堅持的人來說 他給了你一個力量 告訴你說 堅持是真的可以 有機會的 對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多Devd的粉絲 都會覺得 我看過很多真正的 Devd的老粉 都會說 Devd要不然咱們 咱們休息了 不要堅持了 對 但是他說的那個話 算說如果我 對吧 在這個項目裡面 我都拿不到我想要的成績 那我覺得我是一個 做什麼事情都做不好的人 我覺得這句話是 對我來說是非常觸動的 確實 好 那我們聊完了 就是一些經典世界賽的主題 我們聊聊 兩位的一些專業 就是 首先我們就第一個問題 第六人到底該怎麼帶 我說實話 我覺得沒有標準答案 就是看你隊伍的需求跟狀況 我舉例可能像很早期的閃電狼好了 當然我覺得老闆是大方的 也不能亂花錢 也不是真的有錢 那我們如果知道第六人是 一定不會上的情況下 我們當時也做過那個選擇 就是把第六人登陸教練 其實有做過這件事 但如果說今天我這個訓練賽 是像KASA之前說過的嘛 他們那個時候在RNG 是真的兩個人是都有機會上 量性輪換 量性輪換 然後又針對不同的戰術啊 選角陣容什麼的 那肯定就是登陸你有機會上場的選手啊 而且因為其實世界賽有過是可以 等七個選手的 也確實是覺得另外兩個選手 基本上上場的概率就是先發爆炸 你才會上場 但你就是買那個0.01的爆炸概率 事業會怎麼看呢 很多職業隊的情況 其實應該這才是大多數情況 就是你整個賽季只是固定五個人 然後你只是有一點點為了登陸而登陸的這種心情 然後甚至大概率你都可以自己縮死 他99.999%不會上場 那這種情況下其實怎麼說 其實我覺得都其實蠻浪費時間的 這個不僅僅是考慮到就是說 隊伍的面向 假設我先假設 好比說早期牛排還在上場的時候 我們帶咪咪蛋去 我是很清楚咪咪蛋是我未來的戰力 對 所以我去世界賽這一個月的參賽 他應該要拿來成長自己 對 而不是跟我們在這邊旅遊 對 對 這其實是站在他的立場去考慮的 所以事業的意思是說 你會覺得說 譬如說他留在 就是留在訓練室自己去訓練 他應該留在訓練室很精實的做 自我訓練 替補的工作 對 其實就是我也不是說反模式也有 但是在我的理解裡面就是說 但是他如果跟著隊伍去一個世界賽的 就是隨隊 然後雖然說可能會影響到他的訓練量 但他有機會參與到那樣的環境 然後看個隊伍 感受氛圍 就參與到隊伍的討論或者是團隊裡面 你覺得這個幫助其實是在你的視角沒那麼大嗎 我覺得沒那麼大 我覺得沒那麼大 我這樣講好了 其實那一年我們還是把咪一彈帶去了 對 對 但是最後的 因為那一年其實是Kramer加咪咪一彈一起去 能夠登錄的我們其實是登錄給Kramer 因為Kramer確實有上場比賽 那就會變成咪一彈的狀況是他連電腦都分不到 他那時候是跟那個誰 Kramer是跟那個誰 我給忘了 沒有 對 其實我覺得很多細節 如果你今天在世界賽在韓國 你可以去打一個月的韓服 那可能會有提升 對 那你說真的發生那個突發狀況 什麼千分之一的 好比說我記得BYGO一年是PK 最後不得已上來打中路 那我說實話教練上去打跟PK上去打 也沒有太大區別 當然我們還是從一個賽訓的角度來看 我們當然他希望是對健康的 比如說CASA相過這種 那再來呢聽起來就是買一個保險 萬一真的有人 形態爆炸 身體不舒服 他本來的設計就 就是拳頭本來給你一個第六人設計 就有這樣的一個考驗 因為電競比較沒有所謂的傷病問題 相對的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說因為我們說足球籃球那種 可能你踢場就必定要修個 就是有的時候那個是嚴重的 其實我發現蠻多第六人 至少可能我現在可以舉的例子 最後都變成教練 譬如說我們比較熟知的Easy Hoon 然後還有我自己帶過的選手 他曾經是RNG的替補的小白 他後來當了UP的教練 那有沒有可能就是因為 他有這個第六人的經驗他隨對了 那他可能大部分的時間他沒有參與訓練 我覺得兩碼子是 所以兩碼子是 性格他們自己的性格 就是你舉出兩個成功轉職教練例子 但是我可能可以舉出20個 就是轉不了教練的第六人 而且其實大部分第六人去 如果他真的是分不到訓練賽 甚至連電腦可能經常訓練賽的時候 教練都會說要被打來OB 對要被打來OB 對那其實對於選手來講 是真的都比較浪費時間 其實小畢姐剛剛講那個 延伸出一個很好的 就是沒有標準答案 但是對立面的話題 就是前年的FPX 就是有一段時間 就是因為劉欣松的身體問題嘛 所以一隊要上調 我們可能當時FPB 就是二隊的主力選手 好像就是神一跟小老虎 對 然後呢 林偉翔還打了一把牛頭嗎 對對對 那對一隊來說 你為了要避免這種突發狀況 所以做這個決策 好像情有可原 但站在二隊的立場 他的主力被調走了 而且我那一屆可能 如果我們不被調走 高概率可能還可以出點成績喔 甚至可以拿到一個OB冠軍的話 那不說這兩個人的影響 對我另外三個選手的養成 是不是也會造成滯後 對 因為原本我可能有一群很好 就是競爭力很足的隊友 然後被迫的可能只能用情緒的選手 其實這個影響也是深遠的 那就看你要怎麼 從各種不同的面向來看 對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 他討論的點就很多 因為你以一個傳統體育項目來說 其實一個五人制 跟籃球一樣 但籃球的後備選手 那個不要太多 版本深度 對因為他的遊戲 是可以打到一半 就是我第幾節就換人 就是說英雄聯盟 畢竟還沒有進入到 這樣的一個情況 假設就是你的隊伍 在小組賽會穩定出現 你覺得穩定出現了 那你會不會讓第六人上一場比賽 去拿到皮膚 作為兩個管理者 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因為就是有沒有上他 那其實我不能說哈魯那時候 就是我覺得 我們看到的是哈魯上了一把 拿了一個 依澤瑞爾打野的一個換天皮膚 我相信我不說 很多人在算換天皮膚的時候 會不小心忘掉這個皮膚 兩位會怎麼看待這件事 因為這個事情其實會蠻影響到 那個選手個別的 怎麼說收益也好 因為他有個皮膚 以及就是這個也是一個爭議 因為他被刻在獎杯上 就是獎杯上是會有這個名字 但是很多的觀眾就覺得你沒皮膚 你就不是世界冠軍選手 那兩位作為管理者 你們可能沒有遇過這個情況 但遇到的時候 你們又怎麼看待這個事呢 我只能靠想像 因為我首先回答不了的原因是 我們 沒真的遇到這個問題 沒真的遇到說 我保證能出現的那種心情過 Fabulous一號總指那時候 那一年你還不在 對 對 一年那一年 而且他們第一號總指那時候 那一年也是打加賽啊 對 那年開局的時候是不肯考的 對 我覺得其實以真正 可能我自己理解的賽訓 的規劃安排來講 還是不太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的原因是 就是以單獨那位選手的利益考量來講 他可能是真的影響了很大的收入 對 但是 你整個比賽真的有到這麼的穩嗎 或者是說 對於另外 有緣沒有把握 對而且另外四個隊友 當然也有可能另外四個隊友一起拜託 拜託拜託教練讓他也上 就 說實話現在我有點難想像 對 因為這確實也會是一個要 綜合考量因素的事情 對 跟上面一個話題一樣 我覺得還是要剖析這個細節 搭個地方 就以KASA跟香鍋那個輪替為例子來說好了 嗯 我覺得我完全願意 讓我可能原本沒有安排的選手 去 就是完成這場比賽 是 甚至我覺得你說當時在MSI 就是孫大勇跟HART 派KASA 打閃電狼作為他的 就是回到舞台內在 有沒有這種 就是說 心思在裡頭 我覺得可能也是有的 對吧 因為我覺得他們一定也感覺到 KASA在面對老人 東家的那種 想證明自己的那種企圖心 是的 所以像這種情況我覺得 我是願意的 嗯 對 這個細節就是包含像是 如果我的替補 平時他到底有沒有在打訓練賽 對 那如果說他今天就是 純替補那種根本沒練 他根本沒有訓練賽 然後你說要我為了他去洗一場皮膚 那我是不可能同意的 我明白 對對對 所以其實還是要看這中間的 參與程度到什麼部分 對 那聊到世界賽其實還有一個比較大 大家會一直在聊的話題 就是 除了T1以外 其實沒有一個隊伍能保持原版底 然後再隔年去繼續拿到冠軍 對吧 就是說這個難度為什麼這麼的難呢 兩位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 我覺得主要 嗯 你要一直站在巔峰 本來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而且奪冠 其實我們討論過很多次 除了所有的努力 就是除了天時地利 還有人和 這一些我覺得要全部加起來 你真的還是有點運氣 真的要幫助到你 那拿到冠軍之後 我覺得大家的思想 感受一定會 有開始不一樣 然後還有幻想 期待 對 對 但當他第二天起床之後 會發現 我還是在做一樣的事情 我還是得去訓練 就我是世界冠軍了 隔天起來 我還是一個職業選手 我還是得吃飯 我還是得喝水 我還是會上廁所 那當他們在回歸訓練之後 會發現 我們還是會輸 因為你哪怕是世界冠軍 你在所有的訓練或比賽當中 你一定知道你是有概率輸的 並不是說真的 我還沒看過真的有人是 那麼的順利可以這樣一直贏下去的 對 那等到他們拿完世界冠軍 受到各種吹捧 而且你身邊的人 一定會各種覺得說 就是靠你啊 忘記的 而且你就得贏 你就得贏 因為你是世界冠軍 對 那你心中給自己的 不管是期待或壓力 小劇本已經會超級超級的多 是的 那當你發現沒那麼好贏的時候 你會開始產生各種懷疑 質疑 是對自己跟對隊友都會有的 發現說 我怎麼還在過跟以前一樣的日子 我還是得跟去年一樣的 那麼的努力 那麼的拼 犧牲這麼的多 對 我才可以贏 對 就我覺得這個太難了 就是你從下面要往上的時候 你有個很明確的目標 你可以為了這個目標 去犧牲掉非常多的東西 但當你在上面的時候 那個空氣稀薄 你已經很不好呼吸 你要一直維持在那邊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很難的一件事情 心情上心態上的 那事業在這個看法上 你絕對又有什麼樣的一些見解呢 我覺得最關鍵就是那個初心熱情 太難保持了 就菲克的採訪自己有說過 他一開始打職業 目標很明確 要打好 除了當然是榮譽以外 他也很直白的說就是為了錢 對 但是你當 這個目標已經不在之後 然後你要每天過得很自律 跟個修道士一樣 這件事情是 我覺得是無敵難的 很辛苦 我懂了 拿了世界冠軍以後 通常可以續一個肥約 所以錢就拿到了以後 就用支持更多動力 你可能 哪怕你是個宅宅 但是你交女朋友 也不會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然後你可以過很好的物質生活 對 就你完全可以去 享樂人生的時候 然後你這時候要告訴自己 我要繼續堅持修道士五年十年 對 就是這個是太太太了不起的一件事 我覺得還有一個點 就是跟傳統體育的一個差別 因為傳統體育我們也看過 包括什麼Coby Bryant的三年冠 Michael Jordan的六冠等等 那在電線上更難的一個原因 還有版本的契合度的問題 一樣我們所謂最正確的五個人 當然也要配合最正確的版本 那可能馬上不一樣的版本 然後整個那個遊戲的性質 或者是可能這個隊伍的長處優點 就不一樣了 是 就是說雖然我們說 運動員 傳統體育員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幾位傳奇籃球明星 其實他們都是在拿完冠以後 在體能的訓練上面 我相信沒有懈戴 要不然不可能一直去拿到這樣的一個榮譽 但是至少我們可以這麼定論 就是說 他的本身的遊戲的規則 他的變化的程度 不會像英雄聯盟那麼大 甚至我們有遇過 什麼刀妹姐跟你重做 他重做還不止一次 就是這個英雄你原本已經玩得非常好 就類似說這個球原本你要用手 就是你可以用手的 後面要改成用腳踢的 對吧 那就是對一個 大項目了 對 那對一個運動員來說 所以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電競運動員的 他的平均壽命 感覺現在還沒有辦法像傳統體育 那麼的長嗎 我理解跟傳統體育的區別 還有一個就是 傳統體育因為是 必定消耗體能的運動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在工作 跟生活的平衡上的難面 比較好 沒有像電競選手那麼誇張 首先電競選手 我強迫你所有人住宿 你不能有自己的 基本上不太能有自己的 生活科學 對 就哪怕我相信LCK 那些拿過很多榮譽的選手 到至今為止訓練量還是超級可怕 對 可能真的一天除了睡覺吃飯 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在上面 那你體能的運動不可能嗎 你不可能說 一天我練16個小時投籃嗎 對對對 不太現實 所以我覺得 就真的是挺消耗的 我覺得電競這個產業的發展 還不像體育一樣那麼的久遠 所以電競的從業者 不管是管理經理教練到選手 其實年紀都是偏 比傳統體育來講是偏小的 是的 那在面對各種的成名後的誘惑 的抵擋力 然後包含你可能要堅持下去的 那個覺悟 我覺得都會是很困難很困難 對對對 因為我們也會感覺得到就是說 電競明星 因為它畢竟是產生於網絡 這個新時代的一個媒介 確實也會跟著時代去有所變化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聊另外一個話題就是 各個賽區 現場的觀眾會有一些什麼樣的一些不同的風格 或者是我們在現場感受到的氛圍 其實就是還有一個詞叫做圖書館 這個詞其實已經在各大賽區都有一些使用 你們怎麼看就是有沒有一些 你們在現場感受到的 就是可能不同的一些氛圍呢 其實我覺得跟隨隊反而沒有這一塊的 你要說樂趣嗎 就是或者是觀察 因為我們都是跟著團隊在後台 就是在後台然後是 而且很節省慢住嘛 工作狀態 對你都在聽Mine Check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可能 比賽結束之後 會有人跟我們說 剛那個主播賽評說了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都說是喔其實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都是在聽隊伍裡面的Mine Check 明白 對 聽記得有說過說巴西的這個觀賽也是 非常的熱情 對其實我印象最深刻的 其實是南美洲的巴西 因為那是一系年的MSI 因為我為什麼會印象深刻 就是因為那一天 我記得比賽的量級 也不是都到了後面的四強喔 就是已經到了那種很重磅的比賽 應該是小組賽 然後我記得巴西的隊伍應該是入圍賽 就已經 就已經拜拜了 對但是現場觀眾 我記得三點多就開始了陸續進場 然後大概在四點左右 等於離表定還有一個小時 而且那個現場是沒有那種 賽前的一些prefuel秀的 就是有些時候到了淘汰賽 比較重要的階段 可能賽前就會看到 北美的那些主要的host 就上來 就坐在那邊開始就是 翻機翻譯燈 開始聊天做賽前節目 但他們是沒有的 但那天因為我們就是現場 要開始上去測Mine啊 測我們的系統 然後觀眾 現場大概做了我覺得是 五到六成左右的人 但他們自己就開始玩起來冷浪 超級愛 他們會拍到就是譬如說 我帶著耳麥在測試 然後譬如說旁邊是其他的解說 我們要測我們的內通 我們都會甚至聽不到 對方在講什麼 他們就自己玩得超級無敵 就是比賽還沒開始 現在還沒開到 對他們就忽然 對我們就傻眼 就忽然就是 那邊就有一個人開始站著 呼呼 然後就開始一排 然後就開始冷浪 就開始動了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覺得到 那真的可能是傳統體育留下來 就是他們很能享受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文化 那種氛圍其實是 就是我覺得 那是為什麼你要去現場 開始在比賽 很有趣的原因 很遺言 就是如果你去現場比賽 當然我不是說 你不能很支持一個隊伍 然後你跟這個支持的隊伍 有很強的情感連結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去了 然後你沒辦法去融入在那個環境 對我來說你有點可惜 不要太緊啊 簡單來說 對對對不要太緊 放開來一點 其實越放的開 你會感覺到那個越爽 其實記得說這個我超級有感觸 因為我剛剛前面你還沒講的時候 我就在想 可能因為也確實 像小畢姐講的 我們之前很多比賽都在後台 所以你的帶入感不會那麼多 然後我生涯其實印象中最深刻的 就是這種現場的感受 一個是其實跟英雄聯盟無關 一個是王者榮耀 對 就是這個也很有趣 就是說很多人會覺得王者榮耀 因為他是手遊嘛 所以他的受眾其實年齡層很廣 然後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這個遊戲有很多所謂的範圈範圈範圈 其實我說實話我自己也不是理解 我也不是很理解到底什麼是範圈 對什麼能定義這個東西是範圈 但是我跟他們去隨隊去參加比賽 其實就有那種 就是記得剛剛說的足球的感覺 因為小姐姐們太支持了 重點是小姐姐們 但他們真的很樂趣 會哭的那種 輸了會爆哭 對我記得我剛剛在馬來西亞參加那個試冠 然後最後四強打輸了 就是我們要上巴士的時候 可能就上百人聚在那個巴士旁邊 然後類似一起哭著喊 就是RNG永不言氣 其實這樣喊到 那個是雞皮疙瘩會掉滿地的 就是我覺得那個反而是 我是加分的 就我先不止 因為我具體我不是很了解 具體範圈是會有什麼樣的 但也許有些人不是那麼喜歡 對我來說他們那個投入是嚇到我了 讓我覺得加分 就是會有小姐姐跑來就是哭著求教練說 你一定要好好做BP 這可能是一種亞洲或者是說 我說的LPL或LMS賽區就是說 觀眾表達一個熱情的方式 就是可能那個跟 在賽場是內斂的 但他下來的時候他也是情緒非常保密 是是是 然後第二個就是 其實是因為我以前是信海教練 就是會陪台灣從楊家鎮到世界各地去比賽 Same 對對對 然後怎麼說呢 就是這個選手其實 可能現在的小朋友對他了解不多 但他其實是一個超級有人格魅力的選手 我記得TPA在奪冠之前 摩斯也說過很多次他就是Same的粉絲 就是他的那個人格特質是 例如說他今天參加一個比賽 他會跟摔角一樣 跟摔角選手的進場方式一樣 跟所有的歐美觀眾擊掌 然後在那邊飛奔 然後在那邊就是 就是很少亞洲的選手能做到這樣 即便辛還是被韓國選手所 就是怎麼說 所統治的一個比賽項目 但是楊家鎮比賽的所有的歐美粉絲會一直 吶喊USAUSA 就是他就是一個抗韓英雄的代名詞 那小畢應該也去過看楊家鎮的現場 是很扯的 你一個亞洲小朋友 所有的歐美觀眾 全部在幫楊家鎮加油 哪怕他的對手是比他更知名成績更好的韓國選手也是一樣 因為他個人魅力是很可怕的 而且金海又是單人項目嘛 所以所有的美光燈其實就是照他一個人的身上 對 單人項目有這個好處 對 但是我覺得世界強大一個就是說 如果未來你有機會成為一個選手 這個事情我覺得你不要覺得說 我打得好就好 就是我只要用成績去服人 但是有些時候呢 你去額外的做這些事情 只要你不是花大量的時間 你要有很大的巧思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非常加分 就是所謂的鏡頭感嘛 其實在球場體育裡面也是 有的人打球他不一定是最強 但他一定是最好看的 那你看足球很多那種各種慶祝動作啊 對 其實我們就算有那個小的攝像頭照著每個選手 但是那個表現的張力不如灌籃 就是或者是足球選手就是那些嘶吼 因為那些情感我覺得是體育裡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是的 所以其實很多就是Dwin B的粉絲 而且很喜歡他那種比賽完之後獲勝的那種好像 還有香鍋 對 其實這個事情 很投入的感覺 有些時候可以不要臉一點 對 就是不要覺得那些事情 大家愛看其實 對 大家其實愛看 哪怕你是演的 我覺得就是你只要不要演的過於誇張 都是我覺得都是加分的 在我個人這個面向 對 因為其實我們要看的就是這種 碰撞出來的東西 如果每個人打完 就是不管冠軍 然後落敗的 對 每個人都像機器人一樣 那我們就放幾台阿發夠打就結束了 對吧 就這種感覺 好 那最後我們還有是有一點時間 我想要就是讓大家自由來發揮了 就可以聊很輕鬆的 聊有趣的就是 參加了一些什麼樣的一個賽事 然後不一定是英雄聯盟項目 也不一定要是什麼最重要的S賽 對吧 就是只要能切合到就是說 還是要可能要有一些國際賽的這種屬性 就是說可能不是屬於一個自己賽區的一個比賽 然後你有沒有一些所見所聞對吧 大家有沒有 我先來拋磚引玉一下 因為我覺得只要是這個到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不管是做什麼事情 最重要的一定是飲食 那我個人最有可能跟世界賽有這個掛勾的經驗 就是2019年的世界賽的小組賽 那一年是小組賽在德國打 我們剛剛也有提到那個有賣酒的德國現場 那因為我當時是作為這個董事長特助的身分去 所以比起說跟著當時RNG隊 你都每天在喝酒 不是我不是 我以為這個故事是 我以為這個故事是這樣進行的 比起說吃選手春的那些餐等等 我可能就是跟著董事長在德國到處吃來吃去 那當然人到德國就會想要去吃一些德國特色的東西 特色的餐廳 德國豬腳 對 然後結果發現 我們幾天吃起來每一餐都是豬腳 然後香腸 然後酸菜 然後啤酒 米飯可能都不一定能見得到 然後馬鈴薯泥 對 然後其實說真的吃到後來真的 蠻膩蠻恐怖的 然後那個董事長也說 那大成今天我們不要再吃豬腳 你點些不一樣的 因為可能我就做有點像英文翻譯去做 但是那個菜單打開首先不一定有英文 德文根本看不懂 那可能有一些相同的字跟字元 就在那邊猜大概是什麼是什麼 然後我就點了一些東西 點出來以後最後跟想像中的不一樣 這都是一些有趣的經驗 你沒準備好自己 如果那時候你德文就直接用德文點菜的話 你現在可能就不一定出來這邊 我就沒有GG了 對 你就可能不會GG 就不要自聽心會去了 對 你沒有說最有趣的那一趴 可以講 是可以講的那一趴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幹嘛調大家會 對啊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對啊我也不知道 那你就是飲食這個我可以就補充一下 就是我發一點很有趣的現象 可能我覺得因為在我們賽區 其實大家平時的飲食是比較多元的 我覺得這跟大家飲食習慣 但是LPL賽區其實真的就 譬如說我們解說同行 就有那種就是他一定要吃Chinese food 他就一定要吃你懂嗎 就是我其實是有點頂不住了 就比如說我明明都到了美國 然後每天都去就是中國餐館吃飯 你懂嗎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哇就是你們為什麼就是 就是我可以接受你們還是會想吃 就像譬如說剛剛大臣說 就是確實每天都吃漢堡啊牛排 這不是我們的飲食習慣 對吧但是我也不耐理 就是我覺得我總也是想要去吃一吃什麼 當地美食 對啊鷹眼帽啊 什麼shake shake 我也想要去嘗一嘗 但是就是他們就會覺得不行 然後就一定要找火鍋 就是這個事情我覺得是特別有趣的 韓國隊也是啊 每天他們休息室外面都是韓餐的那個便當盒 這我想到我們之前 因為電狼那個時候我們打世界賽 其實確實我們的預算是比較吃緊的 然後我們看歐美隊其實都會經常性的點披薩 或者是在樓下喝點啤酒什麼 但那是訓練後啦 對然後有一天那時候我們訓練是在C9的旁邊 然後訓練完我們要走了 那時候可能已經一兩點了 然後C9早前在開那個披薩的party 我們有瞄到就覺得說 哇超羨慕的那披薩那麼大一塊 看起來好好吃 後面就是我們要走之前 我跟牛排兩個人 因為我們兩個滿愛聊天 我們就站在那個走廊在那邊 看著C9的那些披薩盒 就想哇好多塊喔 牛排就打開掀開看就說 欸怎麼剩那麼多 他們都沒吃完太浪費了吧 你們不會沒有吃氣到去吃吧 拜託不要讓我聽到這樣的故事 我就說 好啦走啦走 太難看了 牛排就說 欸他們好像都走了欸 他們應該都回去 現在已經一兩點 美國隊沒有在練那麼晚的 我說走了啦走了啦 牛排就說 牛排賺的也不少啊 那是我在產業啦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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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印象中 後面牛排到了LPL 我每次如果有 他很大方 對我世界賽 我每次去可能就是去看一下 就是牛排在這隊 如果有機會去看到 反正我去的時候 牛排手上一定拿著食物 對 要不然是玉串啊 要不然就是牛排 對 然後他就真的拿了一塊起來 他就說我跟你講他們已經走了 因為他們已經半夜一兩點了 他就開始吃 你吃著不要浪費食物的精神啦 我們是覺得要空盤 不可以浪費 對 但我沒有吃喔 我是站在那邊陪他聊天 他就開始吃起披薩跟我聊天 然後C9門就打開了 看到一個很大的牛排在吃他們的披薩 我每個天沒有傳出來 這個真的很丟人耶 他整個彈起來 他彈起來 然後我們兩個就 就趕快 對 趕快走趕快走這樣 你也吃了嗎 我沒吃我沒吃 我想說你也在腮 太丟臉 然後我就一直說你看 我就跟你說他們沒走 我跟你講搞不好 我們去聽一些翻譯一下 那時候S6的一些C9的腮後採訪 我們趕快走 搞不好真的有人講這件事 說肚皮的胖子偷吃我們牛排 那個你去 就是原來這個教練 他這麼有份量是有原因的 真的真的 那S6有沒有什麼 你覺得有趣的經歷 你說飲食文化上面 任何任何 就是世界大 其實剛剛聊那個吃的 我就想到之前去參加那個 香港電子晶技大賽 但這件事好像熊萬一也常在直播 熊萬一講很多次 對 我覺得是那個超好笑的 可以可以從一下你的角度來說一下 這件事情 就是那時候我帶這女小朋友 去香港參加比賽 然後我們去早餐去吃港點 然後他是Buffet 所以算人頭的 例如說每個人200塊 然後我們可能 因為人比較多嘛 就是 然後我可能給了他所有人的錢 然後那個應該也是個打工的 所以他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說我們少給錢 你知道看得出來他已經慌亂了 因為200港幣可能 很多嘛 對我們那時候來說也很多 明白 對 然後我們自己也在想說 難道我們真的有少給 不可能 那因為我管錢的嘛 所以我再跟他那邊對仗 然後他把整個收音機拆出來 一張一張數到底 就是總結那天的障害有沒有少 然後那時候他還沒數完 然後牛排可能就是這樣 慢慢的晃過來 然後那個 那個店員就很激動 就是你 就是 對就是 就是好像他抓到兇手了 而且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騎士胖子 對就是 就是 牛排是還掉了一個什麼食物 所以又是牛排 對 對 然後牛排直接罵他 回了他一個三字經 對之類的 對然後就覺得 這超搞笑的 然後最後他 數一數發現沒有少 是他搞錯的 對對對 但是他還是覺得牛排是兇手 因為他應該要算兩個人的錢 不是這就看起來牛排是比較好欺負 還是怎樣就是 他前面是 對於我們每一個人 哪一個人沒付錢什麼 是一點 就是 概念都沒有 然後突然看到一個胖子過來 然後就 把他指認為兇手 就挺搞笑的 看起來就是一個兇手 然後我還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其實 賽區的成績 還真的會影響到 我覺得所謂的賽區工作者 在一個國際賽場上的一個 我覺得是面質問題 對 就是比如說我剛去的時候 16年 然後是那一年來 我陪我成績其實 不能算好 倒在了八強嘛 就是RNG跟EDG 都是打在了八強 我是做評論席工作的 然後就是前幾天打之前 其實就是平常我們都很正常 當然可能我們還是 華人跟華人一起在工作 對吧 然後歐美的他們在工作 但是那時候就是 兩個都輸了 然後輸了以後就是 輸的也比較難堪嘛 然後我就會感覺 可能我也是想多了 但是就是比如說 經過然後那邊 可能是兩個歐美的工作者 然後他們兩個在講話 講得有說有笑 然後我走過去他們可能 就看了我一眼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他們是不是在笑我 你懂嗎 但是就是比如說 我能很真的蠻明顯的感覺到 比如說當18年 19年就是 LPO成績好了 然後我就感覺到 不只我 就是連我們周遭的媒體同事啊 就是整個LPO的工作人員 眼上有光 走路起來就會有一種 嗯 那種感覺 一定會啊 這個記得 我覺得跟你前面我們聊 那個亞洲選手的性格 有很大的觀念 就是我們去參加很多比賽啊 然後通常這種場館 他可能會有一個複射的什麼 就是放鬆的地方 Gaming Room之類的 他可能會擺一些TV Game的這種 這種遊戲機啊 或是 對然後 我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感覺 就是亞洲選手 基本上都不敢去玩 我今天是 對我得是這個舞台的主角 我才有資格 去碰 對 但是你看歐美選手就是 很放鬆 對 我覺得這就是 怎麼講民族性有點區別 對 而且這個我覺得可能跟粉絲 觀眾有點關係 但我不是怪觀眾的意思 但是就像比如說 碧姐說的那個我也有感覺 比如說就是 有些時候比賽還沒打完 甚至隊伍沒有淘汰 但我能感覺到 有些時候 譬如說過了11點12點 我能在 如果我們住的酒店是 跟選手 有些時候會跟選手 住在同一個旅館裡面 然後我就會看到一些歐美選手 在下面可能在 就是酒店 大糖爸 再喝一點東西 喝點酒 就是他們會可能覺得 這個放鬆是很正常 但是亞洲選手 我覺得基本上 看不到 不敢這麼做 因為你這麼做萬一輸了 那可能隔天就要 就是要成為一個新聞了 那種戰隊還要幫你擦屁股 對 會有自己的壓力 無形的壓力 我忘了有沒有跟小屁說過 有一年 我忘了哪一年了 有一天晚上我跟別的戰隊出去 然後可能凌晨一兩點回來 然後隔天要比賽 然後 然後 我打開電梯 咪咪蛋跟兩個女生 走進來 我跟他兩個人的臉 都是怪異到極限 因為 明天要比賽 我那個時候其實不是一個 特別好罵他的時間點 然後他看到我應該也聚傻眼 嚇死 對 所以就很有趣 但我好像後面沒有跟他 敞開這件事情來聊 他有解釋啊 那只是人家粉絲拿東西給他 對對對 他有解釋 他真的沒怎麼講 因為那時候都還是有跟其他隊友 一訪一起睡覺 明白明白明白 對 那你有跟其他選手 就是有做那個囚犯困境嗎 就是把他們都隔開 然後分別問話 比對 對啊 你覺得這個不老對吧 還要撤謊儀 對吧 都得用下去 是的 是的 而且因為那個 就是粉絲有給一些土特產 咪咪蛋也是有拿到訓練室 分大家吃的 對 你會不會被看到了 所以不得 我相信我相信 咪咪蛋他的這一種 比較這種帥哥的形象 包括現在我們大家都說 他是這個突擊皇帝 是從那時候就開始的是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 不是 大臣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長得帥 所以從以前選手時期 就很有粉絲緣 我認為是這樣子 我那時候也是啊 沒有啦 開玩笑 硬要說自己 沒有啦 大臣事 抱歉 我還有想到最後一個 我覺得 也算是一個 我覺得不能算是有趣 但是這個感觸很深 就是因為剛剛大臣有提到 14年的台北戰 對 S4的台北戰是一個 小組賽的一個階段 我們其實是host 所謂的host 就是說現場的聲音 是我們的聲音 對吧 但是有LPL的轉播單位 有 就是歐美的就等於LCS加 那時候還沒有LEC 我們就等於說歐美 就是全頭總部的一個轉播單位 然後還有LCK 當時是什麼分配的呢 就是 台大體育館它有一個主導播間 然後那個轉播間是一分為二 給了LPL跟總部做使用 然後LCK是非常有錢的 就直接租了衛星車 就停在台大體育館外面 然後就是等於衛星車上面 是他們的轉播室 那大家猜一下我們的轉播室 就是它一個走廊的廁所前面 對一個走廊的廁所前面 然後就擺了像這樣的木桌 大概擺了四桌併在一起 然後我們的導播機 就我們GARINA的 就在那邊轉 會有味道嗎 倒沒有那麼印象深刻 那那就OK了 但是會有一個感覺就是 因為譬如說會有媒體過來採訪我們 然後就是會覺得說 心酸酸的 而且明明就是台北主場 對那個時間點 其實對我一個任頭親 剛出社會的一個年輕人來說 就是可能對一些美好的幻想 會有一些被澆了不損 但是我必須說 當我們現場傳了我們的聲音 然後就是剛剛大家曾提到 就是AHQ終於在一個逆境 雖然最後也沒出現 但是就是咬了EDGE分 巴龍前面的一弓 對然後那一波就是一個大逆轉 包含了NA力最後一波那個T 對吧就是那把其實大家都發揮得很好 然後現場那個山屋海嘯 那個是真的對我人生裡面留下一個非常重要的聲音 就是我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 觀眾給我的能量 讓我覺得就是真的記憶很深刻 比起你坐在哪兒 而是你聲音可以傳達的那個力量 對 我覺得其實就是說如果未來 我覺得不管還有沒有什麼樣的電競賽事 來到我們的土地上面去做一個舉辦 就是我真的會很希望 就是說觀眾一定要把你們的能量傳給台上的選手 以及可能我覺得主播賽品 你要相信你們的吶喊 對主播賽品來說 是一個特別特別加分的東西 我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前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很多的比賽都變成是在線上的比賽 那從去年開始又恢復到線下 然後有打一些電競管什麼 那我自己會去問一些就是 可能跟我比較要好的選手 你感受怎麼樣 就是睽違了可能一兩年的這種線下賽 其實每一個選手都是有一種 彷彿又回到了最初 自己的那種會有那種 聽到心跳聲緊張 然後聽到觀眾的那種歡呼 會雞皮疙瘩 會覺得很興奮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對選手來講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的鼓舞的 沒錯 簡單的總結就包括聊到世界賽嘛 那馬上我們世界賽就要到來 我們各自聊聊 接下來我們會看到這個S3世界賽 我們當時到時候我們會在做什麼 當然最有可能會有工作 或有事情要忙的當然是我們的大姐說 記得老師到時候會在做二路嗎 以前全都不會允許個別的實況主 在自己的直播台裡面做一個轉播 但去年其實各賽區都開放了 我記得PCS賽區應該也有人拿到這個轉播權 有的有的 對那我覺得這就是代表說 未來大家可能會有更多觀賽的一個選擇 其實這我覺得是一個好事 那我有可能會在虎牙的二路直播間 去做世界賽的解說 所以到時候喜歡看我們記得老師解說的朋友 我們也可以來到我們這個虎牙 記得老師的頻道 我是覺得這個事情倒是 倒是不用這樣打廣告 所以今年的這個 在韓國舉辦的世界賽 有機會的話大家也可以去現場觀賽 然後呢順便去韓國旅遊一下 感受一下那個氛圍 對啊韓碧現在也是一個 比較低的一個時候 旅遊也不錯 旅遊也不錯 如果你的女朋友就是 不是看這個的 但你喜歡看 假設喔 那你可以說那我帶你去買買買 對晚上大家看比賽 白天大家去 那個東大門宏大逛一下 對啊 之前如果說 不管是跟著神電浪 或者是RNG 到了可能歐美的這些地方 去比賽 聽到就是中文 熟悉的語言 其實那個真的是會覺得很感動的 是 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電競雖然我們說 比起傳統體育 在疫情期間 我們可以立刻改成一個線上的方式 但是 它就是一個體育 它就得熱鬧 它就得人多 好 那在這個節目之外 我們也祝福所有世界賽的隊伍 都能打出 不留遺憾你的成績 不管打到什麼階段 一定要打得精彩 然後也希望大家 世界賽觀賽看得開心 其實我覺得在橫向對比 跟我們差不多規模的賽區 其實我們的發展 我覺得還是領先的 這個領先其實是 不只要靠更多的從業者 以及其實觀眾你們真的也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們都收聽了我們的節目 我覺得不要吝嗇去發表自己的看法 因為哪怕你是批評的 因為在LPL有句話叫做黑紅也是紅 就是其實有人討論 我覺得是對電競來說非常重要的事 那我們的世界賽就是近代精彩的一個S13 給我們送上精彩的表演 是的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大家掰掰 掰掰 我是破音嗎 掰掰